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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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jammy guitar 你可以叫它做MIDI guitar controller 廢話不多說 先看看我開箱 好 這個樣子 還有一條背帶有沒有就免得插 你覺得英不英俊? 這支結他 我想要先解答一條問題 因為我想很多人都會問 究竟這些結他不插東西的時候有沒有聲音? 會不會有key 的呢? 即是有些音的呢? 留意一下是沒有的 首先是絕對要搞定的 這支不是叫做靜音結他 它是一支我會叫做MIDI guitar controller 當然它也可以做到一些結他功能 其實有兩個玩法 第一個玩法就是可以用它的app 它的app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它的app可以給你adjust很多東西 包括是slide、sensitivity、hammer、pull off 它能否感應到 其實它的app中 我想跟平時我們見過的坊間另一個牌子 走幾不同的路線 因為它是比較pro 我想它是比專業的人士玩多一點 因為它有細節到 你的手能否看得到一條線 那些大小力全都可以慢慢調整 即是0到500的力度 所以變成新手玩會有點複雜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有結他 可以玩這些結他 那你會發現原來它的自由度都很大 那這些結他究竟是玩些什麼 是不是給新手用的呢 其實這支結他最大的用處 最大的賣點就是它是一個control的功能 你可以玩MIDI的功能 因為現在你錄音製作 你用Mac機 你用那些最基本的運音、錄音作曲的app 它都有很多內置的樂器給你 譬如琴或者是一些弦樂聲 好像剛才我那個示範片段 你會發現 譬如你本身不懂彈琴 你又有這些MIDI功能 你沒有理由每次用麥克風去錄音 它的好處就是 可以不收麥克風去錄音 你用那支結他彈音 詳細就像剛才我一開始的示範一樣 就是玩不同的聲音 但如果我不是玩作曲 我可不可以用這支結他學到 或者得到什麼東西呢 是可以的 其實只要配合它的app就可以了 大概聽到它這個 這個就是屬於 acoustic guitar 的一個前設的聲音 大概給你聽到 如果你真的把他當作木結他玩 可不可能呢 其實是可能的 就是聲音它都要做 當然我覺得你不應該 跟它 將它跟真的結他比 因為其實 甚至剛才我一打開說明書 它說明書裡面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幅圖 都說 你不要當它是一支真的結他 這樣去比較 因為如果你要一支真的木結他的聲音 不如你用一支真的木結他 你買一支真的木結他 如果你是要電結他的聲音 你索性就不如買一支真的木結他 所以千萬不要有一個錯覺 就是想著 我買這支東西好像很科技 這樣去學結他可以嗎 我會說如果你當結他這樣彈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我真的拿來 學結他可以嗎 那永遠都是 學琴的人會叫你用鋼琴 不要用電子琴 所以我都會叫你 你學結他的話 你最好可以買回真的結他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是想玩到 多一些不同的功能 譬如你鑊在電腦上 它用USB 鑊在電腦上 你可以鑊在電腦上 然後玩不同的聲音 打鼓也好 總之你有什麼MIDI的Sub-SIM 你都可以控制它 如果你玩這個功能 其實是非常之好 或者有時候 如果你想出街上 你會看到沒有可能 你會帶一支大的結他 那你就可以用這支結他 去玩一下JAM的歌 就像我剛才那樣 基本數一下Cord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但如果你想玩很多 很厲害的Solo 其實DETECT 都未去到那麼準 譬如我玩得快 基本上它 不會完全DETECT 有點亂 所以當你是一個很專業 很厲害的結他手 你打算拿這支 當成一支真正的結他 基本上是無可能的 所以我會說 如果你是純粹想 無聊拿起一支結他 有一個Apps 可以讓你彈得到 還要隨時可以整把舞士都拿出來 這支結他其實都頗不錯 如果你本身是完全不懂彈琴 你是作曲 你是需要去編曲 做不同的樂器 其實這支結他 當成一支MIDI控制器 是十分之好用的 OK 這就是今天講解的 一支頗特別的新玩具 最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一到Facebook 都可以 有興趣買的話 都可以在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有個連結 你可以按進去看看